20年澳门从十几平方 现在到32点几平方公里 澳门长大了 不仅仅是地理的长大 更多的它长高了 更多的功能更全 2015年中央政府批复澳门拥有 85平方公里水域的管家权 也是真正是澳门长大了 那么海域对澳门来讲 这样一个滨海城市是非常重要的 典定了澳门向海而生 向海而新的一个新的格局 我叫梁桂萍 我在街坊总会都服务了二十多年了 我中作的服务对象就是在澳门来自不同的地区的长者 在回归前没有那么多的服务单位 现在就每落成一个公共房屋 它必然就有一些社区设施附带在里面 那么好像我们街坊总会一样 也成立了一个长者书院 长者退休以后老有所为 老有所学 老有所养 特别是回归以后 我们祖国的强大 澳门居民就有更大的福祉 我叫周云贤 在澳门从事互联网 跨电商服务商 在2015年年历的时候想应总数据的号召 也是第一批到恒情创新创业的澳门青年创业团队 有最早的13个人过去 到今天跨境两地办公 160号人的这么一个团队 我们在发现在这个路程中就像爬山一样 我们创业的团队越来越多 我觉得我们的澳门青年创业的团队长大了 澳门大学的发展确实是一个成长长大的过程 因为澳门本身的面积实在有限 这块1.09平方公里的鼓励建设澳门大学 澳门大学从校园的程度上长大了20岁 我们培养的学生的数量 从几千人现在到一万人的在校规模 我们在世界上的声誉 从没有被人关注到现在我们进入世界前300强 亚洲前50强 大学最根本任务就是培养学生 澳门回归20年来 澳门长大了 澳大长大了 我们学生在澳大学习长大了 我为他们教过 我更希望他们长大成能够 能够给我们 给国家 给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认为对方个贡献 νε似第一位 这里是两个贡献 这个贡献 我们学生在澳大学习长大了 才能与一段时间 event